要是不远的话 那个 你们俩能不能来接一下 我们两个 我们想一起去四人山庄 行行行 那那个 我们俩现在就出去等你们 好 来 一会儿见啊 搞定 咱们俩现在去 精精的烤烫烫烫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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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拿着电脑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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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百川有心 把自己的真实情况 向樊胜美说明 又怕戳破真相 会伤到樊胜美的自尊心 好不容易 鼓起勇气去践踏 樊胜美又偏偏 要去私人山庄 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伺候 你今天真漂亮 有吗 有啊 每天都很漂亮 你去山庄住几天啊 去山庄玩 起码得住一晚上吧 你不乐意啊 没有啊 只要你喜欢的 我赴汤的熬火都愿意 你不乐意啊 你不乐意啊 好吗 如果这个男的长得性感风趣 管他车子是不是他的男 跟他玩下去再说嘛 他借车给你玩 总好比一起挤公轿车玩 拜拜 请你收废口 他们是辆奔驰 就在收废口等我们 好 是那辆吗 对 怎么办啊 我眼光真的是太好了 还以为你穿白袍 已经够帅了 没想到你穿休闲装 更是帅当没朋友 女事主 就算你面对的是 唐僧柔 也请保持下怡态 请把你的哈拉的 擦一下 爱死你的幽默感了 亲亲 别 肖僧惶恐 好了 咱们今天去哪儿啊 不告诉你 说好今天听我的 上车吧 我选的地方你肯定喜欢 我知道 我们就这个 我选的地方你肯定喜欢 …… 小美 我发现 我们都没好好说过话 想说什么呢 不过我还是想好好夸夸你 你说咱们这一届的同学吧 大多数还懵懵懂懂 我不懂事呢 你很好啊 做了老板 率先开启了公司 还做得有声有色 小美 你真这么觉得呀 我说得很违心吗 不违心 挺好 你独自支撑一家公司 除了业务 每天不知多少琐碎的事情 不说别的 就说你这车 你看 这车得保养吧 什么年检呀 保险呀 都得自己弄 其实现在有好多打车软件 挺方便的 我身边好多朋友 都不开车了 养车嘛 其实也没什么的 你说买一台车吧 接个人啊 送个人什么的 也挺方便 真的没什么 倒是我觉得你啊 你就很了不起啊 你一个女孩子 在上海打拼也不容易 早早就把房子买了 而且还把生活安排得 井井有条的 这样我很佩服 你比我强多了 你看我现在 还是租房子住呢 整个一海漂 也没什么 我现在连户口还没有呢 也不知道混十五年之后 能不能够资格 跟本地人喝杯咖啡 快到了吧 你这车买了多少钱啊 你们两个车谁贵啊 唉 没多少钱 我不讲究这个 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 下车吧 啊 凡姐 魏总 你好 你好 凡姐 你们两个不是说不来吗 怎么来了呢 我们俩本来打算不来的 结果越想越后悔 就给安妮打个电话 她正好在附近 就把我们俩烧过来了 凡姐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凡姐平时带你们俩不坐吧 嗯 帮我干嘛 嗯 我一直没告诉她 我是跟别人合租的房子 所以千万别说漏了 到时候就说 你们两个跟曲萧萧 住在二二零三 我一个人住在二二零二 记住了 别说漏了啊 好好好 放心 凡姐 我 我坚决不说 唉 你看她们这几个女孩 关系都挺好的啊 这不像一般的邻居 挺像大学宿舍的社友 对 她们很有意思 而且感情也很好 哦 对了 我还得说一下 刚才还以为是你开车呢 真不好意思 走吧 我看你跟小凡在一起 狼船女貌挺般配的 温总 别乱点羽羊谱了 我跟她只是同学而已 啊 麻烦大家跟我走两步 进去是要坐船的 坐船 坐船 凡姐坐船 走啊 你 喜欢旅行 探索新天地 这个世界 神奇而美丽 好可爱 离山热带雨里 飞南北极 满足她 来 谢谢 这边建筑很特别啊 很古朴 这儿是一大片水库 你 你在这儿 你在这儿 坐船上海 到后面海 小秋啊 这不是海 这是水库 安迪 我觉得当年邻居 特别地幸福 你看我平时 就窝在那个出租房里 要不是托你的福 我都不知道上海 还有这么好看的地方 是吧 你们真有爱啊 上回我还遇到小曲 我真的很难想象 你们怎么能做邻居呢 像现在这种都市里面 能有你们这样的邻里关系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这有什么不容易啊 很简单 我小曲关关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 那其他人 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想要装作不认识 也不合适嘛 是吧 不对啊 这个小曲 小曲是公司老总 怎么会跟你们住在一起啊 你怎么知道小曲是公司老总啊 上一回郎总来的时候 你喝多了 正好是碰见她 她送你回去的 她还给我塞了一张名片 我才知道的 这曲晓晓怎么又是这招啊 这别人的朋友 她怎么个个都想招惹呀 小曲的性格有点古怪 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之前也给小秋的男朋友 口袋里塞过一张名片 后来他们就分手了 所以大家住在一起 我觉得小曲这个人吧 挺漂亮的 她为什么能 能干出这种事啊 她应该不愁 找不到男朋友吧 谁知道呢 可能有一些人就耗这口吧 不是 小美 我不是别的意思啊 我就觉得小曲这个人 她跟别的女孩不大一样 挺古怪的 你别多想啊 我看他们这些邻居 个个都很古怪 比如说安迪吧 我还奇怪呢 她开那么好车子 怎么也跟他们住在一起 是啊 安迪姐刚搬来的时候 开的是跑车 结果突然就换成这辆车了 我第一次坐的时候 我还以为我没睡醒 又坐错车了呢 这你不能怪我 你只能怪老谭 老谭的车 比我的鞋还要多 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 开的也是扑式的跑车 所以她以为我回国 也要开一辆这样的车 谁知道这么快的 就交了这么多好朋友 车根本就不够坐啊 只好把她的新车 给抢过来了 哇 车比鞋子都多了 宝贝 快到了 宝贝 来 要靠岸了啊 欢迎 欢迎啊 小心腿啊 来 谢谢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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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现在还在搞扑建 等一下 我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老方 是这儿的主人 我的好朋友 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这是安迪 后面这是她的朋友 你好 你好 我这个地方有点远 也不大 大家开车坐船 一路过来辛苦了啊 要不咱们先吃点饭 没问题啊 替你安排 好 行 行 小美 真是什么样的人 接触什么样的人啊 这魏总实力挺强 好 请 你们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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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你们多坐里面去啊 菜都已经点完了 我先去打一圈招呼 一会儿再回来 好 你忙吧 好 这真不错 环节 小哥 这真真太好了 我跟小哥还好来了 要不然卖得后悔死 佩佩 我去参观吧 马上就吃饭了 等会儿再参观 你们都不去啊 那我去了啊 我参观一下 压死我了 邱盈盈 你慢点裙子 知道 这么好的地方 小曲在就好了 我去个洗手间 我也去 我也去 我也去洗手间 走吧 走吧 侧头里还有糖呢 坦白 不是更轻松 已经晚了 骑虎难下 我不想破坏 我在她心中的枯有形象 可你这么一埋 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外皮需要长久啊 嗯 什么意思 想不想 行啦行啦 都别心搞了 你们就当帮我一次忙行吗 其实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会一天算一天吧 刚才在船上玩的时候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说咱们一起在这玩 小曲点赞了 不知道她会不会来 不用担心 她最近忙着对付沉河小组 天天在陪客户 哪有空来 也是 这也不是什么公共场所 没人给她指路 她未必找得到吧 这种地儿 就算有人给她指路 她也找不着 文姐 你放心吧 我们几个肯定收口如瓶 我坚决不说 她上菜了吧 她上菜了 那儿也走了 赶紧走 吃饭去 没事 走吧 什么 什么 让你们在医院里好玩多了吧 难说 如果不是你硬拖着我出来 我这会儿正听着音乐 舒舒服服地窝在家里 看冬夜闺舞呢 这有什么好看的 女施主可就不明白了吧 这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最重要的是 你生活中没法过的 你在书里都可以尝试一遍 多有意思啊 有什么意思呀 想过什么人生就去过呗 在书里尝试 那岂不是跟没过一样吗 是真的吗 不呢 媳婦 她是不想要 她是不想要 吃饭了 第五次 你什么都魅力 你真想要 你不是跟我说 你不是那种 不懂事的韩剧女主角吗 哎 表现的时候到了 哎 范姐 这是什么呀 这是冰的吗 这个不是冰的 这个叫冰草 它本身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菜呢 清热 下火 离尿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 那 那这个菜呢 范姐 那个 那个好像是仔鸡 王百川并没有心思 听几个女孩子点评菜谣 她一直想找机会 向樊盛梅坦白一切 可来到山庄后却发现 二十二楼的邻居们 都在帮她隐瞒着 合租的事情 她有心当面问个清楚 可想到自己 对樊盛梅也有隐瞒 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还有各种瓜类 我到现在都分不清 我也是 菜都上来了 怎么不动筷子呀 那 那 这都是这儿的特色菜 那这个鱼呢 就是外面水库里打来的 比买来的要肥美 还有这些蔬菜 都是这儿的菜地里面摘回来的 没有公害 没有污染 纯正的绿色食品 魏总 你们这儿还有菜地啊 对啊 这儿规划得很好啊 一会儿吃完饭 你们可以四处看一看 喜欢爬山的呢 可以爬山 还有果园可以采摘 喜欢水的呢 可以划船看风景 这儿还有健身房 酒窖什么的都是免费的 你们随意 吃完饭咱俩出去玩啊 为什么不叫我跟安迪啊 你有王同学 安迪呢 有魏总 哪轮的账务我们呀 接下来我还真不能陪你们玩 我也有事情要做 你可以带他们玩 我带他们 他们不尽兴的 我也有事要做 一会儿还跟老方谈点事呢 你们两个 我就不用招呼你们了 这楼下有一个酒窖很不错的 你们别错过 我得向小美请示一下 小美 因为我昨天晚上 开了一夜车到上海 现在有点累了 我中午能不能休息一下 你和他们下午好好玩 这有什么好向我请示的呀 你好生休息 我们替你探探路 好的 等我啊 七天到了 我的服务怎么样啊 是不是比猴哥还贴心 比白奴马还努力呀 一百份 今天 实在不好意思 下次 我一定对你去 好吧 走了 开车慢点 让你装贴心装大肚 这下好了 被人放鸽子了吧 哪儿呢 这下好了 那么烫 哪儿呢 给我玩去 哟 行啊 你怎么想起 给我打电话 我以为你这两天 正招待王哥呢 我有绝都没敢喊你 他们在跟我玩手腕 我正晾上他们 哎 我刚微信给你发的图片 你知道那是哪儿吗 知道啊 那我舅舅看山庄 你在哪儿呢 我在六医院呢 想去你救救那山庄玩 给你一课钟 拜拜 来来来 十分钟就到啊 那个啊 我先走了啊 好 那个开开把你的车挪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走了有事 拜拜 你不是说要找老方谈事吗 你带我去哪儿 难得来这儿 又好不容易独处 就是工作也得找一个 疑人的地方嘛 来 凡姐 凡姐 看 我们现在觉得超级甜 要不是我胃吃不了了 这样的多吃几个 嗯 完了 多够吃 嗯 凡姐 嗯 你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什么都没想 我不知道 我说得对不对啊 但我觉得你是爱王同学的 别总想着离开他 我怎么可能爱他啊 你不爱他 你干嘛费尽心思瞒着他呀 有投入没回报 收支不平衡 这种事情谁会干 我哪里投入了 我投入什么了 好吧 我承认 我就是少花钱办错事 但是我不爱他 我也不可能爱他 我是有我的原则的 我会坚持我的原则 真搞不懂你的原则 王同学长得那么帅 对你还那么好 关在你们俩是同学 这不比陌生人强多了 是啊 我也觉得他是伤心了 才会回去睡午觉的 你刚才吃饭的时候 就没给人家一点好脸 嗯 是 他是说错话了 但也不能全怪他呀 毕竟是咱们事先串通好 一起对付他的 嗯 而且我觉得他比你之前 相亲遇到的那些男的 都好 嗯 相亲哪有这感情啊 那根本就是摊开了 看物质吻合条件 王同学多好呀 各方面都那么强 你为什么不接受他呀 曲潇潇帮我查查了 他那个车是租的 根本就不是他口口声 说是买的 他对我不诚实 揭穿他 让他滚 反正你是不是 拉不下面跟他说 没关系 我替你跟他说 就像你之前那样帮我 不用不用 我是成年人 我自己会搞定的 潘姐 能不能给王同学 一个机会呢 是 他是骗了你 可你不也没说实话吗 既然这样 那你索性也坦白 大家复复得正 这把事情说明白了 咱们再谈感情 之前你每次跟王同学 出去的时候 每次都容光焕发 特别开心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 是有火花私舍的感情在的 这不试试怎么知道 合不合适呢 哪儿有火花啊 有什么火花呀 我都不爱他 哪儿还得火花呀 我承认我就是太自恋了 我费尽心思 就是想在所有人面前 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 他不仅仅是王百川OK 反正我是真搞不懂了 我觉得人活着呢 开心最重要 管别人怎么想呢 别人算了解啊 是吧 是啊 这不伤害别人便是 哪儿还有取悦别人的道理 小屁孩 跟你说也不懂 你不能坐得离我那么近 这样我脑袋会打劫的 好的 我去跟老方谈点事 你如果工作做完了 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立刻现身 你说樊胜美跟王百川 是不是有问题 我觉得男方有想法 岂止是有想法呀 我现在怀疑王百川 已经知道了 樊胜美的底细 只是他没有完全确定 世界就这么小 打一圈电话下来 就清楚得七七八八了嘛 我也不知道 小凡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其实没有房子没有车 真是很正常啊 为什么要假装一个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人 这有什么意思呢 小凡这是 死要面走活受罪 生怕人家看到他的短处 说白了就是 虚荣 这很好理解的 你呢 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你真是毫不掩饰自己 一会儿又是心理障碍 一会儿又是触碰障碍 一会儿又是不知道 冒出来什么障碍 总之 你一见到我 就把那些不好的障碍 拿出来砸我 好 其实人和人之间 或许需要一些掩饰 那样可能会美吧 就像是屋里看花 是我的问题 我可以补偿你 在你身后 岁月的夜 模糊的王牌的温柔 在你身后 陪着你感受 爱情的誓言 从未想过轻易的放手 陪你左右 陪你慢慢地走 陪你慢慢地走 随便 陪你慢慢地走 陪你慢慢地走 不管 你爱我多久不肯放手 陪你左右 我爱得太不够 远远远 我知道 你心里有多高兴 回来了 回来了 累不累 好累啊 我们逛了一大圈里面好大 我们摘了好多好多橘子 吃了好多甜的 是吧 可惜你错过了 睡得怎么样 挺好的 睡得挺香 真不好意思啊 来到这景色宜人的地方 没能陪你转转 挺可惜的 既然累了 咱们去前面茶室做做吧 好啊 我正想去看看 那个魏总说的酒窖 凡姐 那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刚才我和盈盈正好说 想去水库转转 要不咱们分头行动 好 记得回来吃晚饭 知道了 走吧 走吧 其实我挺搞不懂的 你说凡姐呢 她说她不喜欢王同学 她也知道王同学在骗她 那为什么他们还没来眼去的 我也不清楚 你说她要不喜欢她 直接不理她不接电话就完了 干吗还费尽心思骗她呀 这要是喜欢她 有何必管她 有钱没钱 车是买的还是借的 安迪跟魏总 真美呀 真想装个窃听器 听听他们俩人到底在说什么 这么聪明的两个人在一起 哪怕是说情话 肯定也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吧 所以 老天就是不公平的 你看 安迪长得又好看 又聪明 她男朋友还那么宠她 哪像我呀 全心全意的 还抵不过去 潇潇的一张纸条呢 盈盈 你现在已经很好了 比跟白主管 在一起的时候好多了 我知道我知道了 关关你不用安慰我 其实呢 我都已经想明白了 人跟人啊就是不一样的 你看咱们跟安迪 住在同一栋楼里 但是呢天差地别 还有梵姐 如果她还能有 像曲翘翘那样的绅士 还何必跟王冬月撒谎 你说我这干吗呢 还伤春悲秋起来 再说了 还哪轮得上我伤春悲秋啊 是不是啊 我就得努力工作 养活自己 还真是 这伤春悲秋啊 是美女的专利 还真轮不上咱们 咱们呢 就乖乖地住我们的合租房 太太实实地工作 曲翘翘 你快看 曲翘翘她怎么拿的 不是吧 不是吧 还真是曲翘翘 怎么办啊 完了完了 这家伙唯恐天下不乱 他来了以后 绝对不可能替梵姐保守秘密的 怎么了 啊 就只能打断安迪她们了 魏总也能想出办法的 嗯 走走走 走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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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来的 天哪 她也太神通广大了 必须把她隔离起来 不能让她见到 樊盛美和王百川 不行吧 她既然都能找到这儿来 她应该可以在这儿 随便行动啊 我看得把王百川 和小樊隔离开 但是快吃饭了 这么做也不现实啊 那就别指望她能够隐瞒了 她这个人身性如此 可如果樊姐被揭穿了 她肯定会深受打击的 嗯 我倒觉得她们 势均力敌乐在其中 唉 都是有江湖经验的人 就算再尴尬 也总会有办法化解的吧 唉 不是这样的 樊姐她嘴上是那么说 可她其实 不想让王百川离开她 就在今天下午 她还在闷闷不乐呢 这样吧 我给小雪打个电话 无论如何 瞒过今天再说 嗯 走了 谢谢 谢谢了 好好的上这儿来干吗呀 干吗呀 管着吗 我当然有我的原因了 你干吗 你又想整谁 你慢点慢点 猜猜我在哪儿啊 你别猜了 渗着水库直接往前走 看到一个亭子进来就是了 好的 马上过来 我们家艾迪让我过去跟她混合 你先随便逛着 顺便帮我看一下 我那些好邻居们都坐在哪个桌 倒是我们炫酷登场 坚决省下他们的眼睛 都在啊 嗯 嗯 哈哈 肥油反而促合你们两个吧 恭喜恭喜呀 魏总你好眼力哦 安迪总说你好玩 果然如此 听说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一会儿我要敬你一杯 一杯哪儿够啊 对了 这个地方这么私密 你是怎么找来的呢 这是我哥们儿亲娘舅的窝儿 小光一发朋友圈我就查到了 本来想和赵医生住去玩的啊 可是他负责的病人 临时出了问题 就只好跟哥们儿一起来喽 对了 我跟赵医生好的事 可千万别跟我那哥们儿说啊 好不容易有一个看顺眼的 我怕他知道以后 找赵医生麻烦 请啊 这个我们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也得提前 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在这个山庄里 你得承认你跟小关和小秋 合租在一间屋子里 凡是美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 好吗 卫毛 你别问那么多了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就答应我吧 算我求你了 我千里迢迢迢跑过来 就是为了送上门做好人啊 更何况还是为了帮反大姐骗人 太傻了吧 好 一会儿啊 我让老风送你两瓶好香槟 多好啊 两瓶 零二年的唐佩莉农 怎样 好 我是稀罕呢 稀罕呢还是稀罕呢 好吧 我尽量忍一忍 不过我不能保证啊 我要是实在忍不了的话 别怪我哦 你要是忍不住啊 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小气鬼 这个火腿是用来做前菜的吗 对对 是用来做主菜 所以今天会有几道菜 今天会有三道菜 好特别啊 凡姐 干吗 王冠呢 她上厕所去了 曲晓晓来了 她现在还没来呢 爱妮姐给她打电话了 也不知道曲晓晓能不能保密 你说小雪会不会 现在就告诉她 不知道 真的好特别啊 魏总 打扰一下 一会儿能不能要一瓶白酒 度数越高也好 我需要酒状怂人胆 小饭和我跟小凡说点事情 我聚一下啊 好 K 你忙啊 走 安姐 稍微让一下 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今天表白了吗 我一早就表白了 只是今天关系更静于 你要表白 喝酒壮胆可不是好主意啊 魏总 我要是有你的实力 我就不用拿酒壮胆了 只要认准女人 实力不实力 那都不重要 我跟安妮是网上认识的 一般男人看女人先看到胸脯 再看到胸怀 我们却恰恰相反 我之前对女人多少是有一些成见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接触的圈子比较杂 不过你看今天这几个女孩个个都不错啊 再说了 小凡未必只在乎条件 你尽可放宽心一点 我呢 喜欢她已经很久了 但是我有一些事情瞒着她 我今天也是下定决心才来的 我想把我的一些事情 坦白地告诉她 我也想把我的心意告诉她 但我就不知道她会怎么想 很好啊 男人嘛 总是要拿出一点勇气出来 总不能让女孩子先表白吧 走吧 别让她们等太久了 好 贵宾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雅米私人定制 我叫Ken 今天很荣幸能够为各位贵宾 做三道料理 那第一道料理呢 我用了很多的有机蔬菜跟海鲜 做成了一个前菜 然后第二道菜呢 是波斯菊做的一个紫牌 今天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梵姐 虽然安妮已经跟屈原说了 但是她的品香肯定会倒卵的 最后一道的是布丁 谢谢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还没来呢 你们就吃上了 这不够意思了吧 小曲 你干嘛呀 唱歌助兴啊 我们是这儿的强助组合 苗宾 给她们谈一周 走 想听整首的先给钱 五百块钱一曲 怎么样 这位大哥 要不要给你身边的美女 点首歌呀 五百 太贵了 一看你就是个成功人 是不是这五百块钱还贵呀 钱包呢 钱包拿着我看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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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曲 我钱包里面没有现金 只有卡 过不起 就开抢人家很好 好吧 看得你穷得几身卡的份上 说吧 想给什么 老哥 爱你一万年 贵吗 那当然 一百块钱不二价 付送五百上法 怎么样 成交吗 一百就一百 大不了多吃两天方便面吧 走着 走着 吃 吃 吃 怎么了 怎么了 吃 老病 你们家这面具是地上坏啊 好久没用了 这机会是肯定的 是 我都没谈灰 酒 怎么能是酒呢 十八八九到这杯子上来了 还都这么大一杯啊 这不是给你准备 你 你没事吧 啊 没事 小曲 你晕吗 嗯 你要晕就回去休息吧 那怎么能行呢 好不容易 我们二十二楼齐聚一堂 我怎么舍得休息呢 你说 失败凡姐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聚会是在哪儿吗 安迪家 我们在吃大杂戏 第二次是在这儿 第三次要不要去我家呀 牧师前方 下巴太高更漂亮 抖抖剪荡 藏好背后的翅膀 我很善良 不代表我们主张 摔掉高更一样 是锐不可挡 天成疯狂 偶尔霸道嚣张 龙香烈火 冷又似冰霜 左手茫香 右手随时疗伤 不路可走 就站起飞翔 总有 幸福在等你 傻瓜 再不及争取 妖精 鸭关 听过去梦想 好爱都属于你